那謝老師這邊也曾經看過 有婦女發生什麼事 一般來說的話 其實是這樣 通常如果說先生死掉的話 會有兩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以前早期的時候 如果他選擇跟這個 這個公共婆婆在一起的話 他通常就會出病的時候 跟著送到山上去 那第二種其實他有可能 就是他覺得說他可能想要離開 他想要再婚 那他會在門口 然後坐在門口 你就知道他不送出去 坐在那邊就只表示 他以後要再結婚 原來是這樣 對 當然基本上來說 如果你要選擇再婚 當然公婆就不太會再 說家族會再自助你或什麼 不會 因為你將來你要再嫁了 那難道我們不能說 我想再嫁 可是公婆還是想送他 這樣不行 其實因為他是表示他的心意 已經讓你知道說 他將來他要再嫁 這在後庭就表示不再改嫁 對 紅死 紅死去 紅死去 對 不要送紅 夭壽 紅沒死你坐婚 你逃打 然後當然基本上 如果你是選擇那個的話 家族就會說稍微照顧你 因為有時候孤兒寡母 總是需要人家照顧 可是結果後來這個案例比較特殊 是說他的先生死掉之後 這個女生他就表明他要再嫁了 再嫁之後 通常如果你在嫁的話 那你就是跟著後來結婚的先生 他結婚之後 就一嫁嫁出去八年以後 突然間知道說 那個家裡頭那邊有錢 而且他們在分財產 結果這個女生帶著現在的老公 回來說他分財產 可以嗎 是不是 可以啊 所以再嫁還是可以再分財產 因為是 因為他在先生過世的時候 他還是配偶 他沒有再嫁 是因為他們那時候 沒有把遺產處理好 他去嫁人之後 可是沒有處理好的時候 他沒有影響到他的權利 所以他可以 他之後再嫁 當然可以跟他先生 不要管新的先生 是原來那個先生 他過世的時候 他就是他配偶 還沒有分好了 財產沒有分好 法律上財產沒分好 所以他權利還在 就好像說房子沒過戶 都是他先生名字 他最後面不管過幾年 都回來 我就要把他辦成我的名字 一樣 所以沒有處理好 後續他真的會像這樣子 再婚之後再回來分 是喔 對 長知識 他不是我們家的人 他是從外面取進來的 現在兒子也死了 他現在又去改嫁了 這樣還可以分財產 對 所以說今天 感情上是這樣了 可是有時候 感情還是要活在法律裡面 法律上先想 法律上原來他是 所以他要在嫁之前 或是說還要把他辦一辦 簽一簽 這樣就不會有事 他可能沒有簽好 而且他嫁出去 八年回來之後 其實所有人都反對 因為他沒有人就 你都嫁出去 你現在先生居然敢帶你回來 要要錢 所以其實所有人都反對 而且覺得你憑什麼要回來要 這也很敢 高先生 哪裡你要敢敢 我不敢 我也這麼敢 我剛剛下週說的 我們就要感謝祖 不好意思 這舉例 你覺得 我如果這樣 不會啦 因為應該這麼說 就是我們會 還是因為他 畢竟還是有他權利 還是跟他講 只是說我們不要到 可能不要滿 我們可以要 但是不要要到主 可能說沒關係 我們可以 因為畢竟還是他權利 要九成五就好 對 九成五就好 好 連他 不到九 對他 因為還是得要要 畢竟還是需要他簽名 好 那謝老師這邊 還有接到一個醫生 打來的電話 那醫生這個比較特別 為什麼 因為通常醫生 都是以救人為主 就是說這個家族 如果一旦這個長輩 要走的時候 通常大部分人都會想要救 所以醫生通常都會接受 這個委託 就是說好 我就是趕快急救 想辦法把他救起來 但是這醫生 因為街道的這個 就是家屬是 其實是算恐嚇 為什麼算恐嚇 因為其實主要是 因為他們家非常的有錢 他是一個大財團 他是非常有錢 可是問題是在於就是說 父親就算那個 可是問題是 問題是如果 父親沒有過世 這次如果把他救起來的話 他們想說 這下又救起來 要是活個十年 他十年分不到財產 好可怕 然後你知道他那個兒子 就直接恐嚇醫生 他就意思說 你如果敢救他 你也搞不好 你就不要說出去碰到什麼事情 那醫生又想 如果你敢救他 我跟你講 我知道你車號 對 類似這樣 對 類似這樣 我知道 你女兒讀哪裡 我知道 然後他就想 人家大財團 我真的為了要救一個人 然後得罪他嗎 然後他說老師 那怎麼辦 我如果不救他 對不起我的良心 所以他說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我說那不然的話 其實說真話 其實你真的救他起來 這個將來這個 這些跟你可能都完全沒有關係 你搞不好 接下來就有一堆麻煩 我說不然的話 你跟他講一下 他就去跟 我說你就跟他講 你就說不好意思 因為真的是 我現在是因為你的兒子 如果說你要是有那個的話 你回去給他 看看怎麼樣跟他們講 這個當然後續怎麼樣 我是不知道 因為他當時其實這個醫生非常的擔心 為了這個財產 兄弟之間居然怕爸爸多活幾年 他們 太可怕了 對 好恐怖 那夏老師有看過 我們要辦頭期法會 家人就打起來 那這個就是基本上 就是因為財產分配 有人覺得不公平 那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他大兒 人家說大媳婦 大媳婦就是說 覺得說這個幾個姐妹 通通都回來分 本來應該他會覺得說 是不是都是他們在照顧媽媽 那個這個錢 應該都是要分給他們家裡頭 可是問題因為幾個姐妹 三個三個大小姑 通通回來又要分 然後在辦的那個過程中 可能有時候 真的就是說 有時候大小姑 有時候比較直接 就比如說怎麼樣 那個沒有做好 那個沒有做好 他其實就跟著就不愉快 不愉快 結果後來又因為現場 又因為這個所謂的 講到財產的問題 他說你們照顧 從來沒有照顧 分錢就通通都跑回來 那這個不開口就沒事 一開口 兩邊就開始兇起來 兇到最後 直接在那個頭肌 這個現場 就直接打起來了 那個時候 那個法師在 你知道法師 比如說他們受那個 法師在念 糟糕打起來怎麼辦 現在我要繼續還是什麼 然後最後法師 最後選擇低頭 繼續念 繼續念他的經 不要去那個 那個是他爸爸 還是他媽媽 死者 死者是爸爸 爸爸 是爸爸 那爸爸那時候會怎樣 爸爸其實沒有 因為他主要是 爸爸好啊 好啊 但是我有一個學長 退休後去開安養院 他自己 安養院裡面一個老兵 也是說自己官僚 可以領18% 那個時候有18% 一輩子就 一個插槓的 像植物人 他兒子說你不可以跟班講 其實死了 因為有18% 對 剛剛那個學長死了 那個在那裡 我學長死掉了 他死了 要怎麼不把我 我的學長 開那個長照的那個死掉了 他兒子在接的時候 那個老公務人員還在 因為他跟他說 你不能跟他萬公 把管就死了 萬公起來就... 政府就沒錢給他了 你就插掉會喘會喘 每個月錢就來了 政經是真實的 對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